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大选深娃娃节目 今天我们有两个重大议题需要探讨 首先,前旧金山市长威利,布朗威胁要起诉唐纳德、特朗普 因为特朗普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讲述了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 声称他们曾一起乘坐直升机并在一次紧急降落中幸存 布朗强烈反驳这个故事是创意小说,并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 另一方面,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宣布了一项3.7亿美元的广告公式 重点关注摇摆州,试图通过数字平台接触潜在选民 这一策略被认为是美国政治史上最大的数字广告预定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哈里斯和特朗普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哈里斯描绘自己为变革的象征,而特朗普则强调他的美国优先政策 两位候选人在移民和经济问题上的立场截然不同 这些议题将在选举结果中扮演重要角色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美国政治的舞台上,前旧金山市长威利·布朗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之间的法律威胁成为焦点 这一切源于特朗普在海湖庄园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讲述了一个关于他与布朗一起乘坐直升机的故事 特朗普声称,这次冒险的紧急降落中 布朗对他的前女友,现任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说了坏话 然而,布朗坚决否认这一事件的真实性 并谴责特朗普的言论是创意小说 甚至威胁要提起诉讼以阻止这种虚假宣传 布朗在接受The Independent采访时表示 他从未与特朗普有过任何业务往来 更不用说在直升机上共行 他强调,这完全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毫无事实依据 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的质疑 许多人猜测特朗普可能是将布朗与其他人混淆了 在另一边,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团队 正进行大规模的数字广告公式 只在摇摆州争取选民支持 The Independent报道 哈里斯·沃尔兹竞选团队 已经预留了超过3.7亿美元的广告费用 其中2亿美元将用于数字广告 这些广告将在Hulu、Roku、YouTube和Spotify等数字平台上播放 并且竞选团队还计划在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日间节目中投放广告 已接触保守派独立选民 哈里斯的附近选经理昆廷、福克斯和罗布、弗拉赫蒂在一份备忘录中表示 我们的数据显示 数十万尼基、黑利的选民在摇摆州和其他保守倾向的独立选民正在向我们靠拢 我们将在他们所在的地方与他们见面 这一宣布是在纽约时报和习耶娜学院的一项民调显示 是哈里斯在太阳带州迅速追赶前总统之后发表的 然而哈里斯的竞选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正如Al Jazeera报导民主党策略师西蒙·罗森伯格认为 哈里斯将自己描绘成国家的年轻、前瞻性选择 试图让特朗普显得渺小和落后 然而民主党在移民和经济问题上仍然存在弱点 国内政治记者大卫卡塔内塞指出 这场竞争远未结束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充满了活力和希望 他的支持者们认为他的多元背景和丰富的法律经验 使他成为一个理想的领导者 他的竞选口号为人民服务引起了广泛共鸣 特别是在年轻选民和少数族裔中间 他主张更加人道的移民政策 并承诺改革现有的移民系统 以更好的保护移民的权利 然而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并不认为哈里斯是合适的总统人选 他们认为他的政策过于激进 担心他的领导会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造成负面影响 特朗普则继续强调他的美国优先政策 承诺将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 在这场竞争中 移民问题成为了一个关键的战场 哈里斯主张更加人道的移民政策 承诺改革现有的移民系统 以更好的保护移民的权利 他的这一立场赢得了许多移民社区的支持 然而特朗普则强调需要加强边境安全 认为严格的移民政策是保护美国人民安全的必要措施 经济问题也是选民们关注的焦点 哈里斯承诺推动经济公平 提出了一系列只在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 他的支持者们认为 这些政策将有助于创造更多的机会 改善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 然而特朗普则强调他的经济政策 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并认为他的领导将继续推动经济增长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两位候选人都在加紧努力 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他的演讲常常引起热烈的反响 他的支持者们组织了各种活动 从社区集会到在线讨论 旨在动员更多人参与投票 另一方面 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也不甘示弱 他的支持者们组织了大规模的集会 并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宣传 特朗普本人也频繁出现在各种活动中 强调他的政策和成就 总的来说 这场竞争充满了不确定性 哈里斯和特朗普都拥有坚定的支持者 并在不同的议题上各有优势 最终的结果将取决于选民们如何看待这些议题 以及他们对两位候选人的信任程度 无论结果如何 这场选举都将对美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随着选举的临近 两位候选人和他们的支持者都在竭尽全力争取胜利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利用数字广告的力量 试图影响摇摆州的选民 而特朗普则通过传统的集会和社交媒体 巩固他的支持基础 这场竞争将是一场激烈的角逐 最终的结果将决定美国的未来方向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首先威力布朗威胁要起诉特朗普 这是完全有道理的 特朗普的虚假故事不仅误导公众 而且损害了布朗的名誉 这次事件显示了特朗普一贯的撒谎本性 根据华盛顿邮报 特朗普在任职期间发表了超过三万条虚假 或误导性言论 这次的直升机故事只是冰山一角 哎呀 楚天书 你搞错了 特朗普讲述这个直升机故事时 可能只是想展示他和名人之间的友谊 结果弄混了对象 你知道 当领导人每天应付那么多事情 记忆混淆是很正常的 再说了 布朗要起诉他 哈哈 这真是笑话 美国的法院早就被各种荒唐的诉讼淹没了 这不过是给了律师们大把大把的赚钱机会罢了 谢琪琪 你这样说可真是让人无语 美国的司法系统存在的意义 和数字平台用户 难怪他的支持率在摇摆州迅速上升 啊 楚天书 3.7亿美元 这钱可真花得够欢的 他们以为数字广告就能买来选票吗 特朗普不需要这么多花哨的东西 他有的是忠实的支持者 在集会上一呼百应 他的美国优先 政策实实在在地提升了经济 创造了无数就业机会 再说了 哈里斯的政策过于激进 他提出的那些经济改革 不过是空中楼阁 根本无法实现 选民最终还是会选择一个 有实际政绩的领导人 而不是空谈家 琪琪 你这话就有点站不住脚了 哈里斯的政策是针对美国 现实问题的实际解决方案 他的移民政策和经济公平政策 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 美国的贫富差距 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扩大 他的政策正是针对这一问题提出的 而且 哈里斯的多元背景 和丰富的法律经验 使他成为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者 你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 政策实实在在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问问 那些因为贸易战失业的农民和工人 他们的生活有没有变得更好 楚天说 你这话说得真有意思 哈里斯的多元背景 就能让他当好总统 这可不是选美比赛 特朗普的政策是有成效的 不然他的支持者 为时摩纳摩忠诚 他可是创造了历史上最低的失业率 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至于贸易战 那是为了保护美国的长期利益 你看 现在中国也愿意重新谈判了 这就说明特朗普的策略是有效的 哈里斯那些空谈政策 不过是为了博取选民同情罢了 真到了实施的时候 只会让国家陷入更多的麻烦中 6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6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